那么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白君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这个滑稽纪元 那么这个滑稽纪元呢 是又更新了一个全新的第三 就是这个疯狂钻石 那么关于就是顺便来说一下 就是关于这几天都一直没更新的这个原因啊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已经初三了嘛 所以做也肯定是要很多的 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基本上没有时间抽出来录视频 然后另一方面呢 我买了一台新电脑 就是这台电脑 然后呢之前那台电脑呢 肯定是不能用了 所以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这个新电脑 它有一些软件没有装上 还有一些Java 还有所以就是一直在装一直在装 然后现在呢是差不多都装完了 但是呢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装完啊 所以呢呃还是拖了一段时间 那么现在呃是因为有素材了 之前呢还有一些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素材 没有素材 然后现在是总算是有素材 可以让我来更新一下了 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来介绍 来准备一下我们本期的介绍内容吧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疯狂证实吧 那么疯狂证实呢 应该算得上是九九奇帽节里面 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个替身了 因为疯狂证实它主要能力呢是修复 然后修复呢 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 在生活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呃 然后另一个方面呢 疯狂证实呢 它是以应该算得上是史上最温柔的一个替身了 虽然是一个丽丝双爱的奶妈 然后呢 它的这个复原能力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 很重要很重要的 因为要不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其实 我以前呢 有一个iPad 其实我以前就是 家里有一个iPad嘛 然后呢 那个iPad就是 有一次 因为那个iPad太卡了 就是网太卡了 然后呢 我就使劲的用手就捶它 然后又踩它 然后它就爆掉了 就就爆掉了 对就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修好之后呢 它这个屏幕是算是修好了 然后第二次呢 就是 它这个网呢 又卡了 然后呢 我是一直忍耐 但是呢 它这个网是真的卡到 卡到某个境界了 所以就 然后就很生气 我再次就捶它 结果呢 它又爆了 它就又爆了 然后 这次第二次又修好之后呢 第三次呢 这次是我不小心了 这次是我根本就没有碰它 它就不小心摔到地上了 然后它就 它就又又爆了 天哪 这太神奇了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iPad 哦天哪 然后呢 那个iPad就 就 哦天哪 怎么鬼 哦天哪 我按下谢夫特就出现一个奇怪的声音 哦 好 我们现在就飞话不多 所以赶紧来介绍一下吧 不然都飞话太多了 真的是 OK 那么首先我们来给大家召唤一下这个疯狂证实 那么这个疯狂证实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上角这边呢 有一些替身的放出替身 还有一些释放技能的这些按键 但是那这些按键它原本并不是这个样子啊 这边是我设置过了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啊 这个重置后呢 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根据一下自己的喜好来这个设置一下这些按键 那我把这些按键再按回去啊 好的 那么这下就按回去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做完替身会比较方便一些 这样的话我只是要动一根手指 而不是要两根手指再去动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按一下记 放出一下替身吧 诶 没有音效 好的 那么这个凤魔这时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的 那么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 呃 我们把它切换一下模式哦 就这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这个 我个人觉得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感觉 感觉怪怪的 但是还是很不错的啊 毕竟这个作者也是辛苦了啊 在这里辛苦一下作者 好的 呃 哦对 说声辛苦了 对 呃 这个替身呢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替身的这个状态 这个替身状态呢 是一个新加的 当然那是很早以前就加了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怎么切换状态啊 现在是总算知道啊 这个替身的状态呢 有三种状态 每个替身都有三种状态 那么这个替身 呃 不是 疯狂正式的这个这个状态呢 我在动画还有漫画里面其实都没有进过啊 哦 我们再给看一下替身的背面 替身背面还是这种就是一个 应该 这个应该是气管吧 就是这个 疯狂正式 它这个脖子的后面有一般 哎 不是 疯狂正式的脖子这边好像有这个气管连接着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是 有点像是那种潜水服但是 呃 不知道荒木怎么设计的 我也不 我也不清楚这个荒木它拿什么 拿什么做原型 好的 那么 呃 疯狂正式的这些 呃 这个状态就给大家看到 就给大家看这边吧 OK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疯狂正式的这个破坏力 这个疯狂正式破坏力的话 是令出双SA 应该算得上是 天哪 又吹了那个声音 天哪 好烦 然后这个疯狂正式它这个 好的 它这个攻击力确实有点 有点吓到我了 这个攻击力 呃 毕竟是六数双叶 蛮的推进 呃 不过因为是六数双叶 所以呢 这个 这样的破坏力的话 还是 还是理解 理解 对啊 OK 那么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个 疯狂正式的技能吧 那么首先 我们要将疯狂正式 切换到这个 闲置状态啊 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左下角这边写的这个闲置 就是这个闲置状态 好的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闲置状态的这个能力吧 它的闲置状态 这个能力呢 就是修复物品 那么怎么修复物品呢 就是 呃 我现在手持上 我现在手持上拿着一个钻石键 来小等一下 好的 我们现在手持上拿着一个钻石键 那么我现在是创造模式啊 所以我 所以我现在攻击到人的话 呃 这个钻石键 它这个耐久也不会掉 所以我们先切换一下 生存模式 那么 拿这个钻石键 来砍一下这些事物的话 砍一下 我们这些 我们这个 不 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风 呃 这个钻石键 它这个耐久是 呃 下降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只需要 按一下我们的这个H键 我们这个精神力会消化掉 这些技能消耗肯定是要消耗的 我们先按一下H键 我们就可以修复好我们的这个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钻石键给修复好 任何甚至可以说上是任何东西 只要是它是个物品 只要有耐久度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修好 呃 对 没错 就算是一个复原的能力吧 所以这个这个能力的话 对于一些生存短来说应该算是非常有用的吧 呃 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有没有用 但对我来说很有用 因为我一般在挖矿的时候 呃 一般都要挖很久很久 然后每次都要浪费很多稿子 就像是铁稿啊钻石稿啊 基本上都 有时候都会浪费掉啊 呃 那么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呢 我以后就再也不需要再去那个 一直在照来照去照来照去 OK 那么 首先 那么接下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碰碰钻石的另一个能力 就是它的治疗能力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 呃 钻石键我们先给它 呃 稍等一下 我们先捡起来 把这个丢到这个井里面啊 嗯 诶 丢底底 好的 那么我跳 我怎么丢进去了 操 诶 我我现在是生存模式 我先放下 我们把这个调一下 好的 好吧 这钻石机扔进去啊 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凤鸿石的治疗能力吧 那治疗能力的话 我们首先要切换到这个治疗模式 那么这个治疗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 拳头呢 是变成了粉色的 那么粉色的话 就是相当于给生物进行一个治疗效果啊 那么这个治疗效果 哎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那么这个治疗效果 我等一下科普一下 这个治疗效果 这个作者也有说过啊 这个治疗效果呢 它是 呃 每0.1秒将会 就是恢复一格生命值 也就是说只需要两秒就可以 呃 呃 不能说两秒 两秒 不对 哦 反正就是 你只需要知道 只需要一秒钟 就可以将你的血全部恢复吗 呸 不对 我不能恢复自己的血 我忘记了 对 风龙证石 它不能修复自己啊 它不能复原自己啊 对自己是没有用的啊 这个 呃 但你可以 呃 就是 诶 诶 诶等等 物体 物品修复 哦 哦对 我们现在是 它以为我是修复这个身上的物品 哦 好 不用不用管 那么 呃 总之就是说这个风黄证石呢 它这个 自愈的效果呢 就是每0.1秒就可以恢复一个生命值 然后呢 这个自愈效果的话 你可以就是在和朋友联系的时候 可以 给对方 就是来上一拳 然后让他血量恢复满 然后呢 比方 还有一点就是在平常的生存方面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喜欢养一些 呃 小宠物啊 就比如说这些 狼啊 什么鬼的 你养了之后呢 它有时候会扣血 那么你就要喂它食物 但是呢 喂食物又很麻烦 你每次就要去找猎物给它喂给它喂 然后就 食物导致自己都吃不了 对 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别说你遇不到 反正我就说你遇到了 好的 那么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用你的风黄证石 给给你的 给你的 给你的狗 来上一拳这样子 就可以给它治愈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 这个能力 这个替身差不多接到 哦 天呐 我 我技能 我这样浪费了8分钟 当然呢 就算 就像是 其他替身一样 每个替身呢 他们都有一个 不一样的这个 这个状态吧 应该说是替身状态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 呃 这个白金之星 它有一个是 殴打状态 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应该算是 闲置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 殴打状态 然后风光的 白金之星的话 它好像就只有 两个状态 然后世界 世界的话就是 有一个 木打状态 还有一个是 一个 闲置状态 闲置状态的话 身边会多出 这两个齿轮 这两个齿轮 呃 感觉还挺酷炫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木人状态 就是这个木打状态 然后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 绿 防红之绿 防红之绿的话 就是 其中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 就是丢这个绿宝石 然后另一个状态呢 就是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的话 就是 呃 呃 呃 我不知道怎么行动 就是 呃 就就就 你们就自己看着吧 我我也不知道怎么行动啊 然后呢 那个联打比较少见啊 这个比联打比较少见啊 然后这个凤凰战士好像也只有两个状态 好像就 呃 这个少女王也只有两个状态 那么就只有这个凤凰战士有两个状态啊 差不多这个样子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 没错 我又废话 又又水一期视频 哦天哪 真的是 那么 如果小伙伴有其他更好的一些素材的话 也可以分享给我 当然呢 就算不 没有更好也没关系啊 反正就是可以分享给我啊 就这样 那么 那么 无论小伙伴 呃 在这也感谢下作者提供的这个资源 那么